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270集 哗啦一声 天地间滚滚地摩起涌动 抬头看去 四方天地一片的寂物 好像是永恒存在 下方是澎湃的海洋涌动 滚滚的黑色的海洋如同是墨水一般 不断地起伏 散发出了令人心计的可怕机械 此刻 这滚滚的黑海之上 一道惊人的黑色漩涡陡然出现 如同是黑洞一般 下一刻 一道身影从那黑洞之中骤然出现 紧接着 黑洞漩涡瞬间破灭 消失不见了 这里 便是魔戒吗 这道身影 出现在了这片冰冷的世界 口中便是喃喃自语 抬头看着四周 正是秦晨 一股无形的魔戒之力 瞬间镇压在了秦晨的身上 这是魔戒的排斥之力 万族在各自的界域都有不同的加持 譬如古族 哪怕是在那小小的古戒之中 都有古戒之气进行加持 而义族 一旦进入其他种族的天地 也会遭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 此刻 秦晨以人族的身份进入 立刻四周一股阴冷的力量 不断地渗入他的肉身 再压制着他身上的气息 而秦晨也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人族气息显得格外的明显 在这阴冷的魔戒世界里 就好像是萤火虫一般 这里究竟是魔戒的什么地方 一片海洋吗 秦晨放眼望了过去 下方是漆黑的魔海 四周是澎湃的魔浪惊涛 滚滚的魔气涌动着 居然没有任何的生计 对魔戒 秦晨了解的一点都不懂 他一挥手 顿时三道身影出现在了这里 是万灵魔尊 天火尊者 还有冤魔之主三人 当初万灵魔尊 天火尊者 夜光尊者 和晴学古华四人 为了镇压黑暗王者 自愿进入藏剑深渊 关国 以身化道 前不久 秦晨前往剑中之地 将几个人救了出来 夜光尊者 直接交给了神功至尊 以神功至尊的手段 重塑其肉身 自然是不费 摧毁之力的 而晴学古华呢 则是留在了天界 也被赐予了重宝 可重塑肉身 至于万灵魔尊 和天火尊者 这两个人 一个是魔界的强者 一个是当年 也曾进入过魔界的 对魔界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自然是被秦晨一同 带来了魔界 别的不说 万灵魔尊 想要重塑肉身 必须还是在这魔界之中 建国陈少 万灵魔尊 和天火尊者一出现 便是攻守 主人 云魔之主 也是急忙攻身行李 同时 轰的一声 云魔之主的身上 涌动起了一道道 可怕的魔气 四周天地间的魔气 疯狂地涌入他的身体中 令他每一个学校 都充斥着滚滚的魔力 肉眼可见 云魔之主身上的气息 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多少万年了 本座又再次回到了魔界 云魔之主抬着头看天 老泪纵横 他被关押太多年了 已经是多少年 没有看到这魔界的天地了 再度回到魔界 回到故乡 云魔之主心中 无法抑制地涌动出来了激动 魔界 我等竟然回到魔界了 万灵魔尊也是激动颤动 他算是远古时代的魔族强者 再次回到了魔界之中 心中难免也是激动不已的 倒是天火尊者 有些淡定 毕竟他算是人族 这魔界倒是有点意思 秦晨抬手 顿时天地间滚滚的力量涌了过来 秦晨能感受到 这魔界的本源很是强大 像是宇宙天道一般 浩瀚无边 而这里的环境 有着类似于天界试炼之地的 妖魔界 秦晨的人族气息在这里 无比的清晰 好像是黑夜中的一个大日 绽放光芒 主人 这里是魔界 你身上的人族气息太过明显 很容易被强者感应到 不如收敛起来吧 原魔之主 急忙到 秦晨点了点头 他也感觉到了 如果一直保持着人类的气息和身份 怕是他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无比清晰的 一般魔族高手未必能感应得太过明显 但是顶级的魔族强者一眼就能看出他真正的身份 当即 秦晨骤然引动了体内的万界魔术 一缕缕的魔气 瞬间萦绕到了秦晨的身上 融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原本身穿青色长袍 与这黑暗世界仿佛格格不入的秦晨的身上 一道道淡淡的魔气散意 片刻之后 秦晨整个人的气息 已经是变得和这片天地一模一样 身上那股格格不入的显得人族气息 消失得一干二净 不仅是气质 秦晨身上的气息也变得阴冷了起来 面容也有所改变 变得更加的英质 伶俐 仿佛一个魔头 你们三个可知这里是魔技的什么地方吗 伪装之后 秦晨开口问他 他本以为自己会来到魔界的某个地狱 谁知道 竟然是来到了一片浩瀚的魔海之上 放眼望去 魔海无边无际 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此魔海 无比的辽阔 绝非普通之地 嗖地下 原魔之主和万灵魔尊冲天而起 细细地赶着 片刻之后 两个人落下 万灵魔尊沉上了 沉上 我离开魔界已经有不少岁月了 若是我没看错 这里应该是魔界的乱神魔海 乱神魔海 秦晨你呢 冤魔之主也点头 主人 这里正是乱神魔海 乱神魔海 是我魔界之中一片极其辽阔的魔海 其中蕴含无数的魔界妖魔 极其的混乱 在这乱神魔海之上 有着无数的岛屿 或大或小 大的宛若大陆 浩瀚无边 小的或只是一片内涵空间的礁石 在这岛屿与礁石之上 也存在着一些魔族势力 冤魔之主进行介绍 哦 秦晨昼美 那这乱神魔海 是哪个魔族的领点 秦晨知道 魔族虽然号称魔族 但是却是如同妖族人族一般 有着无数的种族势力构成 比如圣魔族 死魔族 月魔族 都是不同的魔族 只是统称为魔族而已 这些魔族各自占据着一方天地 繁衍生息 彼此争斗和死产 回主人 当年属下还在这的时候 这乱神魔海十分的混乱 并非是某个种族的领地 因为乱神魔海危险重重 到处都有危险 而这里的岛屿领地 也相距过远 无法统一掌控 并且这里的资源丰富 因此有无数的魔族势力 会前来历练 所以在属下当年在的时候 这里应该是混乱的 但现如今不知道如何了 秦晨点头 这么说来 这里应该是类似于天界的 虚空潮汐海了 秦晨若有所思 像虚空潮汐海这样的地方 因为太过辽阔 所以很难会被某个势力 完全掌控 很多情况下 这里会成为一片 诸多势力的混杂之地 当然 即便是混杂之地 也必然会有一些势力起来了 成为这里隐形的霸主 接下来 秦晨又询问了一些 有关乱神魔海的情报 冤魔之主呢 也是有问必答 在一番打探之后 秦晨却是苦笑连连 因为无论是万灵魔尊 还是冤魔之主 离开魔界 都有太多的岁月 可能是对魔界 大体的情况了解 但是很多具体的情况 却是一无所知了 主人 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 冤魔之主询问 一些一线定级魔族的所在 和冤魔族的所在 属下极其清楚 虽然无数年过去了 但是一个大族的变迁 十分的困难 应该不会有太大改变的 冤魔之主 肯定道 不管魔界如何变化 基本上 像死魔族 圣魔族 包括冤魔族 这些顶级种族的领地 是很少会有所变动 他们往往占据了 魔界最好的地盘 据冤魔之主所知 秦晨在魔界 死魔族和圣魔族之中 都有两个手下 甚至秦晨还有一道分身 似乎也在这魔界之中 在冤魔之主看来 秦晨若是来到魔界 第一时间便会寻找自己 麾下和分身 不着急 其量 听到冤魔之主的话之后 秦晨却是摇了摇头 他抬头 看向了无尽的天际之外 先前 一进入魔界 秦晨便是隐约地感觉到 在这魔界深处 隐隐地有两股气息 呈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他在死魔族 屠魔羽和圣魔族的 灵渊的身上 都留有灵魂印记 这显然便是 灵渊和屠魔羽的灵魂气息 可是啊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秦晨竟然是感知不到第三道灵魂气息 这令他眉头紧皱 秦魔去哪了 须知 秦魔乃是他的分身 按照道理 在灵魂沟通之上 他一进入魔界 便可瞬间感应到秦魔的所在 并且 两个人的灵魂记忆 会瞬间进行交入 会感应到彼此的经历一切 可令秦晨疑惑的是 他进入魔界之后 竟然是不曾感应到秦魔的存在 这显然是出乎了秦晨的意料 这应该有两种可能 一种 秦魔已经陨落 自然不会感应到 第二种 秦魔进入到了 类似于万族战场 万象神葬这样的地方 可屏蔽灵魂之力 其中第一个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秦魔是分身 一旦秦魔陨落 即便是两人身处两界 秦晨也会有所感应 可是一直以来 秦晨的灵魂都是没有丝毫的异动 并且 当初秦晨突破帝尊的时候 还隐约地感觉到过秦魔的气息 很显然 秦魔应该是进入到了 某种能屏蔽灵魂之力的 特殊秘境之中 主人 那我们接下来 见到秦晨摇头 冤魔之主好奇 来到了魔界 不去寻找图谋羽他们 那要去干嘛呢 先去打探情报 弄清楚如今魔界的状况 秦晨沉声道 此行 他来到了魔界 危险重重 稍有错漏 一朝不慎 便会粉身碎 所以啊 在寻找思思和秦魔之前 秦晨最先要做的便是打探情报 只有先弄清楚情报的情况下 才能谋定而厚动 否则都是找死的行为 就说去找灵魂和图谋羽 两人所在的灵魔族和死魔族 那都是魔族中的一线顶级种族 必然会有强者存在 甚至和冤魔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旦被发现 秦晨以什么身份出现 这些都是问题 贸然前往 只会是自寻死路的 秦晨还没强达到在魔界横行无际的力 同时 秦晨抬头看天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进入到魔界之后 他隐隐地感觉到 魔界的天地和天界 以及宇宙其他地方的天地 有些不一样 但是又说不上哪儿不一样 这种感觉很怪 让秦晨心头疑虑 魔界很危险 不能贸然行动 走 收起万灵魔尊和天火尊者的灵魂 秦晨带着冤魔之鼠 迅速地朝着前方飞掠而去 秦晨一路飞掠 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轰隆一声 远处传来了惊人的轰鸣之声 显然是有强者在交手 嗯 秦晨的目光瞬间凝视了过去 杀 远处浩瀚的魔海之上 两名魔族强者正在死上 这两名魔族强者身上涌动起了可怕的魔气 巍峨如同是神魔一般 一个身姿妖娆 容貌绝美 带着道道的诱惑气息 身上有着一根根的黑色魔带 魔为通天 魔带舞动 带着诱惑之力 仿佛能将天穷给撕裂开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